10月11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 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 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 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 宣布成功构建255个 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 9章3号 这项成果再度刷新 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记录 求解高斯波色取样数学问题 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快1亿亿倍 在研制量子计算机之路上 迈出重要一步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物理评论快报发表该成果 根据公开发表的最优算法 9章3号处理高斯波色取样的速度 比一代9章2号提升100万倍 9章3号一微秒 可算出的最复杂样本 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前沿约需200亿年 近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 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 研究院 潘建伟 陆朝阳 刘乃乐 等组成的研究团队 与中国科学院 上海微系统 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国家并行计算机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 成功构建了255个光子的 量子计算卷型机 9章3号 再度刷新了 光量子信息的技术水平 和量子计算 优越性的实际记录 科业人员设计时空 解副用的光子探测新方法 构建高保真度的准光子数 可分辨探测器 提升了光子操纵水平 和量子计算复杂度 根据公开正式发表的 最优经典精确采样算法 9章3号处理 高斯波色取样的速度 比上一代9章2号 提升100万倍 9章3号在 百万分之一秒时间内 所处理的最高复杂度的样本 需要当前最强的超级计算机 前沿花费超过200亿年的时间 这一成果进一步巩固了我国 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 国际领先地位 量子计算是 后摩尔时代的一种 新的计算范式 它在原理上 具有超快的 变形计算能力 渴望通过特定量子算法 在一些具有重大社会 和经济价值的问题方面 相比经典计算机 实现指数级别的加速 因而 研制量子计算机 是当前世界科技前沿的 最大挑战之一 为此国际学术界 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路线 其中 第一步是实现 量子计算优越性 即通过 对近百个量子比特的 高精度量子调控 对特定问题的求解 展现超级计算机 无法比拟的算力 同时 在此过程中 发展出可扩展的 量子调控技术 为具备容错能力的 通用量子计算机的研制 提供技术基础 2020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 成功构建76个光子的 9张光量子计算机转型 首次在国际上实现 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并克服了谷歌实验中 量子优越性 依赖于样本数量的漏洞 2021年 中国科大团队进一步成功研制了 113光子的可相位编程的9张2号 和56比特的组充之2号 量子计算机转型 使我国成为唯一在光学和超导 两种技术路线都达到了量子计算 优越性的国家 通过一系列创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 首次实现了对255个光子的操纵能力 极大的提升了光子计算的复杂度 处理高芯波色取样的速度 比9张2号提升了100万倍 在构建9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基础上 研究团队还揭示了 高斯玻璃取样和图轮之间的数学联系 完成对稠密子图等两类具有实用价值的 图轮问题的求解 相比经典计算机 精确模拟的速度快1.8亿倍 此外又在国际上首次演示的 无条件多光子量子精密测量优势